各位观众介绍在台东的大午 这里距离我们上一个连接点 在南下20公里 我们刚刚是在多两个车站 现在在大午可以看到 现在这里的风速 还有风力真的相当的强 因为今天的预估 包括花东这一带 都会达到十级的强阵风 我们先把镜头来往这海岸来看 可以看到浪高也是越来越明显的 而西向远表示 今天的长浪 浪高刚刚有侦测到 已经达到了六公尺高 那么可以看到在不远处 其实有雾茫茫的一片 因为这个台风 渡苏人院接近 其实在外围的环流 这个外围的雨势 也是非常越来越明显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风力 还有这个雨势 是越来越增强的状况之下 那上次我们在多两车站那边 才采访 那其实那里是号称 台湾最美的车站 所以会有很多的名状 会去那里看日出 所以当地的摊上 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应该在大概早上 八九点就开始有人潮了 但是今天我们去那边 连线的时候 总共是空五亿人了 但是还是有台湾来摆摊 来先听一下他怎么说 因为台东还没宣布停班停课 不一定待会还有人 因为现在风雨还好 这样子 如果等下午的话 可能中午这里下雨 加大了 可能我们就回去休息 正常我七点半 我就在这里考量场 只是现在应该是会没人 可是加减 试试做看看 天亮的摊摊好事 其实因为今天在台东 还有花莲都没有停班停课 所以他认为 可能还是有些游客会来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风筝的虽然越大 汽车现在是 长一点都快站不稳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马路上面的车辆 其实车流是相对来讲 非常少的 那当然呢 至于随着中度的抢台风度 虽然接近台湾 预计在花莲的累距量 恐怕会达到四百毫米 所以也提醒观众朋友 一定要做好 包括防灾防台还有防火的准备 将是为你掌握的军资讯